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解这个Windows逆向复权技术 我们今天讲的呢是这个继续讲解第三章的第三节的内容 是OD的使用教程 那么我们第二节呢讲了这个IDA的这个使用教程 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常用的这个IDA Pro的一个工具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呢是这个动态分析的一款比较常用的一个工具 叫OLED Debugger我们简称呢叫OD 首先是这个OLED Debugger的一个简介 那么OLED Debugger呢简称OD 那么它是一款具有这个可视化界面的用户模式调试器 就是说它有这个UI界面 就是说比较比较容易上手啊 比较好看一些这个这个调试器 那么OD呢也结合了动态调试和静态分析 就是说这个OD呢 除了具有一定的这个动态调试功能以外呢 还可以做一些静态分析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毒木马类的 或者是程序软件类的 首先呢使用OD进行这个静态分析 打开或者附加进程呢 都可以进行这个静态分析 所以说它兼具了这个 这个动态调试和静态分析两个功能 那么但是从这个静态分析方面来讲的话 有一部分功能呢 还确实不如这个IDA Pro的这个工具要强大一些 那么但是作为这个动态调试来说呢 OD使用的这个人数 包括使用的这个次数啊 这个是非常多的 那么OD呢也具有强大的反汇边引擎 能够识别数千个被C和Windows所使用的函数啊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使用的API函数啊 都可以被识别 并能将其参数注视出啊 就是说自动的能出来一些注视 就是直接直接看到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能够自动分析函数的过程 循环语句代码中的字符串等等 非常容易上手啊 这就给我们这个逆向工程啊 带来一个非常方便啊 非常便捷的 那么OD呢 并且对异常的跟东处理相当灵活 这些特征呢 使这个OD称为调试二三级啊 Ring三级承袭的首显工具啊 也就是用户用户态的这个程序里边 比较好的一个工具 那么爱好者呢 也不断的修改啊 扩充OLED debug 那么这个OD呢 它分很多种啊 比如说有原版的 有增强版的 有这个什么啊 无碍破解版的很多啊 它有很多种版本 根据不同的这个需求 慢慢的是扩展它的这个功能 那么OD的脚本知情能力和开放插件接口呢 使其变得越来越强大啊 就是OD呢 也带了很多插件 这个插件呢 使这个功能啊 也更加强大 那么这是OD的一个简介 那么我们看这个OD啊 那么打开OD呢 其实有这么一个窗口切换面板啊 这个窗口这个面板呢 它分上面有一排字母啊 有这个L E M T W H C 斜杠KBR 点点点和S 那么OD呢 它打开以后呢 它会打开好几个子窗口 那么可以单击各个的这个标签按钮呢 在这个各个子窗口之间进行这么一个切换 那么这些按钮依次对应的是什么呢 L就对应log窗口啊 就是可以看日志啊 那E呢 就是Xtable modus窗口啊 就是程序的这个模块窗口 那个M呢 就是memory窗口啊 看内存的 threads窗口呢 就是看现成的啊 T 那么W这个按钮呢 是看windows窗口 就是看windows窗口的 H呢 是看handles 看这个巨柄的 那么C呢 是我们经常看的啊 就是CPU窗口啊 经常看的CPU的这个主窗口 是C 还有patch窗口啊 callthreads窗口 breakpoints窗口啊 reference窗口和 rentrace窗口和thouse窗口啊 所以说它有很多种窗口 你可以点这个窗口切换面板啊 进行这个快速切换 那么更多的窗口呢 还可以看vill菜单啊 就是vill菜单打开以后呢 可以下拉下来 可以看到各个窗口的功能啊 那么各个窗口的功能呢 还可以看这个OD的这种帮助文导的描述啊 就是各个窗口你怎么用 也可以看OD的帮助文导 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看一看什么呢 这个OD的一些常用的这个窗口啊 按键和使用 那么OD界面啊 默认的当前的窗口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种CPU窗口啊 就是OD的这个查看CPU窗口啊 就是这个大的窗口 这就是CPU窗口啊 这CPU窗口 那么它在OD中是最重要的窗口 那么调制程序的时候 绝大部分操作呢 都要在这个窗口进行 它包含以下五个窗口 比如说返回边窗口 这是一个啊 这是可以看到一些返回边信息的 这是返回边的这个窗口 第二个呢 寄存器摸板啊 寄存器这一块呢 就可以看到寄存器 都是在这里看啊 EX ECX EDX EBX ESC 这些东西都在这看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信息面板啊 信息面板呢 就是在这里看啊 这个这里块呢 就是说如果说有信息的话 它会这里都会有这个绿色的标示出来 比如函数调用啊 阿塞克服务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参数变量 都可以从这个信息面板里看到 那么数据面板呢 是主要看这一块数据 数据这一块呢 可以看到 Hex Stamp 和这个阿塞克 就是看这些字符串 看一些 看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 字符串的一些这个数据值啊 比如说这个 中文的注释啊 这个里边的也需要 可以修改的一些代码啊 都可以在这里 数据面板里可以看到 并且可以修改 那么还有一个对占面板 对占面板主要是看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用的倒不是特别多啊 这里主要是看 可以看对占信息的啊 所以说这个OD的主要界面呢 是分这么五个啊 五个窗口啊 这五个窗口是比较重要的啊 比较关键的五个窗口 那么一个呢 就是我们详细说一说 这个反汇边面板这个窗口 那么反汇边面板的这个窗口呢 显示被调用程序的代码 它有四个列啊 它有四个列 一个是地址 adress 一个是机器码 hix dump啊 是机器码 第三个呢 就是反汇边代码 第四个呢 是注释 所以它是 它有四列 那最后一列注释 显示相关的APS参数 或者是运行简表 非常有用啊 就是我们注释呢 是经常盯着看 比如说 看一些这个注释码 看一下密码 或者看一些这个报错信息啊 都是在这个注释码里 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 我们根据相关的信息 进行逆向破解的时候呢 会省很大的力气啊 非常方便 那么在返回边面板窗口的列中呢 默认时双击完成以下动作 第一个是adress列 显示相对被单击地址的地址 再次双击返回到标准地址模式啊 就是说可以切换 单击 然后双击啊 就可以返回 黑色弹破裂呢 设置或取消无条件的断点 对应的快捷键是F2啊 你可以F2啊 就是F2下段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F2下段 F2取消段啊 就是可以下啊 下一段取消段 下段取消段就可以F2啊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第三个返回边 返回边这个代码 返回代码这一块是调用汇编器 可以直接修改汇编代码啊 这一块就直接可以编辑程序啊 直接修改它的汇编代码 最后一列呢 就是允许增加或编辑注释 对应快捷是这个这个分号而建啊 那么注释这一块呢 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 可以慢慢的加注释 加注释保存再继续分析啊 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动态 跟踪这么一个程序啊 比如说调试第一遍有问题了 但是这个注释写了一部分 那么接着从注释地方接着往下写 这样的分析程序 如果要从这个键盘上选择多行呢 可以按下shift的键和上下光标键图 或者配置up配置down这个键 也可以利用右键菜单命令啊 选择多行呢 就可以按住这个shift键 然后选多行 那么按住country键 并按上下光标键的一行行的 轨动回面代码啊 这个呢 就是当数据和代码混合的时候 这功能非常非常有用啊 这是第一个返回编的面板窗口 第二个呢是这个信息面板窗口 信息面板窗口呢 主要是动态跟踪时 显示与指令相关的各个 寄存器的值 API函数调用提示和跳转提示等信息 显示了对战内容 也就是ESP直向地址的内容 对战的窗口呢 也非常重要 各个的API函数和子程序呢 都利用它来传递参数和变量 这是信息面板的窗口 那么数据面板窗口呢 是以十六进制和字符方式 显示文件在内存中的这个数据 要显示数据呢 可单击鼠标右键啊 go to x position 然后命令呢 或按这个Ctrl加G 打开地址窗口输入地址 这CtrlG啊 这一块也经常会用啊 改数据时候要用 那么第四个呢 是寄存器面板窗口 寄存器面板窗口呢 主要显示CPU各个寄存器的值 支持辅典MX和3DA 那这么几个寄存器 那么可以单击鼠标右键切换 或者单击鼠标 这个标题切换显示器 显示寄存器的这个方式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堆栈的面板窗口 堆栈面板窗口呢 主要显示了堆栈的内容 也就是ESP 指向地址内容 堆栈的窗口呢 也非常重要 各个API函数啊 此程序都可以利用它来传递参数和变量 这是5个OD界面 5个这个窗口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OD常用的快捷键 我们这里说一说啊 就是最常用的 第一个呢是F2 F2啊就是说设置段点 也就是我们下段用的啊 设置段点 只要在光标定位的位置 就是你鼠标选选中哪一行 然后呢直接NF2 啊那么它直接就会变成红色啊 变成红色 那么如果再按一次F2呢 它就删除点点啊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 这一行F2下了个断点 然后变成红色以后呢 运行它 它会运行到这个 你下的这个红色的这个 这个F2的这个断点处 停住啊 就会停在这里 然后进行这个分析 那么F8是单步步过 这个我们的前面啊 其实也跟大家演示过啊 简单说过这个OD怎么用 那么F8是单步步过 那么呃单步步过呢 是每按一次这个键呢 执行一条返回边窗口中的 一条命令 遇到Core的时候呢 它不进入其代码啊 遇到Core的时候直接往下走 它不管啊 不往Core里进 不进Core 那么F7呢 是单步步入啊 它的功能呢 跟单步步过类似 但是呢区别就是什么 遇到Core的时候 它会进入其中啊 就是进了Core里去啊 跑跑到Core里去看 进入后呢 首先会停留在 此程序的第一条指定上 啊 就是说F8和F7 一个是不进Core 往下执行 一个是也往下执行呢 也也也要进Core啊 这是F8F7 所以说F8和F7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首先是用F8 单步步步步过啊 一步步往下走 遇到Core的时候 也想进进入去看 就可以F7呢 把它步入进去 进入这个Core来看 啊 再一个快捐呢 是F4 F4呢 就是运行到选定位置 这个我们前面都说过了啊 它的作用就是直接运行到光标所在的位置处暂停啊 就是说 比如说跳到某一行 直接AF4 直接就相当于直接运行到这光标 你这个IF4这里啊 那么F9呢 是运行啊 按下这个键呢 如果没有设置先钻断点呢 被调制程序 将直接开始运行啊 就是直接直接开始运行这个东西啊 所以一般来说先下段 F2下段以后再F9啊 那么Core加RF9啊 这个呢 是这个执行到返回啊 执行到IET 这个返回指令啊 此命令呢 是执行到一个IET指令时暂停 经常用于从系统领空返回到我们调试的程序领空啊 这个领空后面我们会讲啊 就是领空简单来说 就是它在哪个第二文件啊 或者是在哪一个API里面啊 这是领空 那么ART加F9呢 是执行到用户代码 这一块呢 是可用于从系统领空快速切换到我们调试的程序领空 所以这个Core加F9和ART加F9 我们也经常要用 这是我们几个OD常用的一些快捷键 那么单步步进和单步步进这一块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演示 F8在调试中用的非常频繁 我们可以一句句的单步执行汇编命令 遇到Core的时候呢 这个指令不会跟进 而直接路过啊 就是说你像这种啊 这种啊 他F8走到这这一行以后呢 走到这一行以后 这里有个Core 如果继续F8呢 他会直接路过这Core 那不管了 直接往下走啊 执行下一条语句 那么F8 F7和F8的功能的差别 就是说遇到Core Lope等指令了以后 F8是路过F7直接跟进去 F7呢 比如说遇到这个Core 他会进去 这个Core展开以后呢 他会有这个啊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啊 他会进入这个Core 那么F7呢 就会进进到这个Core里来进行执行 啊 这是F7和F8一个一个主要区别 那么基本调试方法 就是OD呢 有三种方式啊 来载入程序进行调试 第一种呢 就是打开菜单文件打开 快键是F3啊 来打开一个可真性文件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文件附加啊 附加啊 意思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程序已经在运行了 在我们这个任务管理器里能看到这个进程 那么我们可以点文件附加 然后选择这个进程 然后把它附加进来啊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是用右键菜单来载入程序啊 就是比如说有个程序点右键 然后使用OD再入这种啊 所以说这是三种这个基本调试方法 也就是三种打开我们要调试为念的一个方法 这呢我们可以有有一个演示啊 本调试方法 基本调试方法以后打开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一个是虚拟地址 这个地址呢 是虚拟地址啊 那么可以看到一个虚拟地址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看到机器码啊 机器码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CPU执行的机器代码啊 这是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十六进制的啊 这么一个机器码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看到汇编指令和机器码对应的程序代码啊 这个机器码是对应这个汇编的 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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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啊 就是这个55啊 对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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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EBP啊 8BEC对应这个木EBP ESP啊 那么汇编指令这一块呢 是和机器码对应的程序代码 它俩是一一对应的啊 就是机器码汇编指令都可以看到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呃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程序的领空啊 就是说是在TES里边还是第二文件里边 比如说这个程序如果调用一个第二文件呢 还有可能执行到某一条的时候跳到第二文件里去 这时候领空就会产生变化 它的领空呢就会跳到这个 我调用API第二文件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当前领空还是在TES里边啊 这里可以看一些这个模块 就是我们现在调用的模块是在哪个领空 这里是虚拟地址啊 但是程序加载以后呢 这里会有个入口点入口点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入口点EP 这个EP如果加壳的话 那个这个EP不是真实的 是壳的EP啊 需要去脱壳 那么我们使用OD的时候呢 呃假设它已经都脱了壳了 所以说这里呢就是程序的入口点EP 那么这里呢红色的这个地址呢 是说明这里F2按过了啊 下过一个段 所以程序如果说你ML2再点这个运行按钮 或者是F9的时候呢 它会跑到这里暂停下来 不跑了啊 除非你把这个段取消掉啊 然后呢它会接着往下跑 这是红色的一个断点啊 这边是寄存器的窗口 数据的窗口 信息的窗口啊 站的窗口啊 这里我就不用细说了 那么断点是什么呢 断点啊 这一块呢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断点是调试器的一个重要功能 它能使程序中带在需要的地方 从而方便对其进行分析 你比如说执行到某一个函数 呃我们要把它的断点啊 下在这个函数之前 然后分析这个函数是干嘛的 常用的断点是inter3啊 所以说它的原理呢 就是使用OD将断点处的代码 设置成inter3指令 F2呢 就下一个inter3的断点 那么他们的方法呢 就是把光标移动到 要设置断点的行 然后按F2就可以设置了 也可以双击HAX数据队 那么目的呢 就是让程序运行的时候 停在设置断点的地方 那么以方便反复跟踪调试 当关闭程序的时候呢 OD会将设置好断点 保存在UDD文件中 下次运行还有效啊 就是说你下了断以后 你下次再打开这文件 那个断点还存在啊 你必须把它取消掉 因为它有个缓存 放在这个UDD文件里啊 包括注释 也是存在这个缓 这个这个OD的这个文件里 所以说注释的话 也可以你可以手动删 如果不删 它下次附加的时候 还会有这个注释啊 不会消失 那么调试分析啊 调试分析 其实就是分析程序代码的意义啊 也就是这个图啊 这这这个图啊 比如说下段下在这里了啊 我们调试分析 这里可以加注释 比如参数最大字符数是多少啊 然后呢 这里呢 是文本缓冲指针 这里呢 是这个空间标识ID号 对话的句柄 然后呢 这里是靠啊 有靠哈 调用啊 get dialog it term啊 tsta函数啊 取姓名 所以说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汇编代码 能看得懂 它是干嘛的 所以说 我们在阅读这些代码的时候呢 首先要搞清楚 各个API函数的定义 还要弄明白哪些汇编啊 程序代码的具体含义 这样的话你才能进行分析啊 这个是需要积累很多的经验啊 才能进行这个分析的 那么如果说你修改后啊 比如说你右键修改了啊 比如说你把这两段代码使用右键 使用nof填充啊 或者是直接双进以后直接修改代码 把这两块填充了 就是相对这里有两个注册码的一个验证 把它nof掉 nof掉的就是说 把这两个给磨掉了啊 磨掉了以后 它就不进行这个注册码的让你填写了 那么这时候呢 也要保存啊 就相对把这个文件你 反汇编了啊 修改过了 那么这时候呢 你要点这个右键 复制到文件啊 复制到文件啊 图中红色就是我们修改地方 然后呢 我们点右键复制到文件 就可以保存当前修改 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有演示啊 后面会有演示啊 复制到文件以后呢 其实还要跳到一个窗口 还要再点 那么 这里有个事例啊 事例呢 这里块我们找了两个事例 给大家直接演示这个OD 怎么使用 第一个事例呢 就是我们要破解trace.me的一个注册码啊 使用OD打开trace.me 这里文件 这里打开 打开以后选这个trace.me 使用OD打开trace.me 然后呢 trace.me再入之后呢 会出现如下的窗口啊 再入之后呢 它这里会有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函数入口啊 函数入口EP 那么函数入口是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分析trace.me的时候呢 我们是找它的注册码 它们注册码呢 我们关键是找哪个函数 还是找这个函数啊 get.me 这个函数入口 因为程序啊 要从文本中将内容读取出来 需要用这个函数啊 就是说程序从文本中 百多人读出来 要这个函数 所以说trace.me呢 我们打开的话 它会让你 它会出来一个窗口 让你输注册码啊 所以说这个窗口呢 其实 窗口的一个注册码 它要取出来啊 是要从这个函数里找啊 用这个函数来调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直接 我们就是从这 从这里啊 开始找 这时候我们用counterg 打开跟随表达式的窗口啊 就是跟随它啊 跟随这个函数窗口 然后输入函数名 可以跟踪到函数名存在的地方啊 就是跑到这个77D6B05E这里啊 可以看到这儿 可以跟到这儿 跟到这儿以后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领空啊 这时候领空呢 是模块U的32啊 就是这个有一个 U的32的一个一个DL文件 它的领空啊 它的领空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 CPU的CSEIP所指向的代码所有者啊 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是TraceMe的领空 这一块呢 U的32的领空 所以说在U的32领空中呢 我们可以下F2 下个段 下个段呢 然后F9 看看进入下图的这个锁势啊 就是U的32下面 有这有一个函数 就是U的32.DL文件 里面封装了这么一个函数啊 明白吗 就是这个程序啊 调用我们操作系统U的32.DL 这个API函数里面一个 这个GET啊 FLA这个函数 这个这个来取这个注册码啊 就是说这个点RTRAKE 点完这个TRAKE按钮的时候 他会取这两面的这个 用户名和序列号啊 明白吗 而且他取的点TRAKE的时候 他会调用这个U的32.DL 这个这个这个动态连接库里边的一个啊 GET ITMA这个这个函数啊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把段下在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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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那个地方 然后点TRAKE 我们点TRAKE呢 可以看到程序呢 被OD截停在下段的地方 因为电端点下在这个TRAKE之前了 其实啊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停在这了 那么我们接着IF9返回到用户代码 可以回到啊 可以看到什么用户代码啊 可以看到用户代码有这么一号 对吧 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GET DIALOG ATTRA 啊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函数啊 就截停在他的函数执行之前了 那么在这时候呢 注意呢 这时候呢 又回到了TRAKE的领空了啊 我们可以按这个LT加B 调出锻点窗口 然后将这GET DIALOG这个这个锻点啊 改为禁止啊 就是把这个锻点禁用啊 你禁用了以后 你才能往下跑 然后双击锻锻点这个地址啊 双击锻点地址 返回到U的32这个领空啊 又返回到U的32 因为这个U的32里边才有这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返回到这儿 反正这儿以后看到这个U的32呢 调用这个GET DIALOG这个这个这个函数啊 我们F8啊 就是从从这开始 我们F8 通过执行执行 一直执行到TRACE ME啊 就是说他调完函数以后 返回到TRACE ME这个领空 然后再往下走啊 再往下走 然后呢 接下来在这个004011AE下面下个段点 因为这时候呢 他这个TRACE ME这里也要调用GET DIALOG这个这个这个函数啊 所以说在他之前再下一个段 然后呢 下完段以后 一直F8到这个函数前的0041啊 004011F5这个地址 看到呢 这里呢 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在他的这个后面 有一个就调用这个函数 读着字符上了 读着账号和密码 然后到这里呢 有个GZ啊 GZ SHOT GZ我们前面手朵汇编的代码是什么的 他是要进行一个判断啊 是吧 他是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我要判断这个注册码是不是我要那注册码啊 我要那注册码是不是需要进行这个这个跳转啊 比如说注册成功或者注册失败啊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一块呢 可能要把它给改掉啊 你不改掉的话 咱不知道他注册码是要的什么啊 所以说这一块我们需要弄破啊 就是需要把它干掉啊 需要把它改掉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分析这些汇编代码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些代码的含义 我们现在只是认下认下这个软件的作用 所以说呢 这个分析啊 我们不去一个分析了啊 我们简单看看分析就行了啊 一个是靠traceMe啊 这一块是序列号计算的靠啊 就是我计算这个序列用这个靠traceMe 就这个东西 然后这一块呢 有个U的32啊 getDialogAtom啊 这一块呢 就是把这个字符刷章号密码读出来 读出来以后 这里有个箱加啊 有个test他 然后这一块如果说 EX1等于0说明注册失败 就是我计算完了以后 发现不对 注册失败 如果ES1等于1注册成功啊 不跳转则成功啊 就是G1不跳转则成功啊 所以说我们就能分析啊 这个G1啊 这个关键关键关键的地方 关键的一个跳转啊 所以说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代码行啊 就是004011F5这一号啊 G1这个号 那么不跳转则成功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要修改这一号反面反汇编战马啊 就是说把它呢 nope掉或者是改成别的啊 那么我们这里选择呢 双击反汇编序列 按空转键 进入nope点汇编啊 使用nope填充啊 点汇编 把这两行给nope掉啊 nope掉就干掉了 干掉以后呢 然后F9运行 你会看到恭喜你成功啊 就是你随便填啊 怎么填都行都能成功啊 这是一个破解 吹斯咪的这个注册板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事例啊 这是一个吹斯咪的一个事例 那么破解 啊 确课密三啊 这是事例二啊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一看 因为这个PPT的看 可能还不如这个实际看 那么我们实际的去 把这个吹斯咪啊 啊破解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是这样啊 打开这个微木二 打开微木二呢 我们开吹虚极 开吹虚极以后呢 我们这里呢 是要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OD啊 放过去啊 我们使用这个版本的OD啊 这个版本用的比较 比较好啊 功能比较强大 好 把这个OD放过来啊 翻过来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要调试的这个吹斯密 这个文件 不是过去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吹斯密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吹斯密 那么吹斯密呢 是一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专门用来做实验的 这么一个程序 所以说用户名呢 我们随便输 W12 然后序列号呢 123 点这个啊 他说序列号错误 请再来一次 啊 这个序列号是什么 它是有个计算值的啊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个吹斯密呢 是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用OD 打开OD 打开OD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这样附加啊 就是说OD附加的方式有很多 第一个是这种打开小文件啊 第二个呢 就是附加进程啊 附加 然后呢 它会掉这个进程 进程列表啊 比如说你这个现有的这个进程 进程列表啊 比如说你打开了 可以这样附加进来啊 那么第三种啊 就不用说了 第三种直接直接是那个什么 这个右键打开 那个就不用说了 我们直接这样打开 选择桌面上吹斯密 点打开 点打开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 Push EVP这个这个窗口啊 Push EVP这个窗口 那么我们要追踪那个函数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过的啊 这个函数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函数啊 主要是这个函数啊 就是说我们要什么呢 要把他这个函数呢 把这个段啊 下在这个函数调用之前 因为他首先是这个软件是怎么样的 是首先是要用什么 首先是调用这个打开页的页 首先是把那个账号和密码啊 用户名和序列号读出来 读出来以后呢 它是用要用这个什么呢 要用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个函数来调用它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Ctrl G Ctrl G呢 输入要跟随的表达式 也就是这个 GET Dialog Atom TTA这个这个表达式啊 然后我们也点确定 点确定呢 我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点完确定以后呢 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是在这一块啊 是在这一块 我们看到这一块以后呢 首先呢就是什么呢 要把这个断点啊 下在这个前面啊 就是下在这个吹斯密 这个这个函数的前面啊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领空是U的32啊 就是现在这个领空啊 不是吹斯密啊 它是U的32 那么我们把断点啊 下在这啊 就是F2下在这里 下在这里 那么下在这里以后呢 下在这里以后呢 我们要F9运行一下啊 这个F2断点下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变红了 变红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F9啊 或者是这个运行啊 那么运行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程序已经打开了 对吧 程序已经打开了 我们可以啊 随便说一个 P1 D I T T E 都可以 序列号呢 12345都可以 点击check 他说序列号 错误再来一次 我们看到他这个断点没有出发啊 没有出发的话 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啊 重新再来一次 推出啊 推出以后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呢 我们Ctrl G 对吧 还是搜这个函数 那么函数呢 是挑到这来了 挑到traceme这里了 挑到这里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儿下个段啊 可能是我这个刚才这个 这个笔记本啊 快据件太多了啊 下段下段以后 这里呢 看到这个变红了 这说明这个段已经下成功了 那么下成功了以后 我们F9 F9运行 F9运行以后看到traceme这里啊 我们可以P1 IDD 123啊 续号随便填啊 点这个 点这个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啊 这个trace呢 是发生一定的变化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它是停在了fr下段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啊 把它切到这个用户代码 接到用户代码啊 alt啊 F9 那么我们看到了啊 切到了这个用户代码啊 那么我看到 然后在这个 这个什么 用户代码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断点取消掉啊 这个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breakpoint啊 这个断点呢 它是激活的状态啊 始终激活 那么这时候呢 我可以把禁止掉啊 就说明了这个断点呢 已经被禁止掉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 双击这个什么 这个咱们这个断点处啊 看它到到哪里 那么这时候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什么呢 通过这个执行到用户代码啊 执行到用户代码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 我们到了这个 吹斯密的领空啊 那么就是从U的32的领空呢 我们到了这个吹斯密的领空 那么吹斯密的领空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执行到这里啊 执行到get dialog atterm tsta 这个这个 这个前面啊 执行到这里 那么执行到这里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执行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F8可以继续跟进啊 就是可以往下走 其实呢 最早呢 它这个 这个吹斯密在调用这个 这个含 这个函数之前啊 调用这个函数 最早呢 其实应该是在这啊 其实应该是在这 这个004011A9 这这一块啊 从这往下走啊 一直到这到这 那么我们继续可以什么呢 F8 往下跟进 F8啊 继续往下 F8 往下跟进 这里有个靠啊 继续走 继续走啊 那么到这里了 啊 那么到这里了 到这里呢 我们看这个记忆啊 吹斯密 到底是不是呢 啊 从这个前面 这个这个靠过后以后 这个函数呢 应该还不是啊 就是说还没到这个计算的时候 还没到对比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 F8 这里又有一个靠啊 那么我们不用F7 直接F8 那么到这里 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箭头 看到吧 前面那个是灰色箭头啊 这个有个红色箭头 往下跳 这里呢 就说明什么呢 这里说明什么 在前面调用这个 GET Dialog Item 就是把账号和这个序列号 用户和序列号呢 读取出来 读取出来以后 到这里进行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算法对比 如果说正确呢 他就会弹出正确 如果说错误呢 他会弹出错误啊 那么这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 那么其实你在 如果说第一次调试这个程序之前呢 你肯定会有很多次这个什么呢 失败啊 比如说各种靠各种问题啊 摸不了头 那么经过多次分析以后呢 或者是你对汇编 逐渐熟悉以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记忆 是一个关键的 关键的一号啊 他就是对比我们前面 这两个 GET Dialog Item TD 输入的这个参数 输入这两个这个用户名啊 和这个注册码 是不是正确的 通过这一行来对比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进行修改 那怎么修改呢 可以右键 啊 右键呢 使用这个 什么呢 可以使用这个nope填充啊 或是使用汇编啊 都可以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nope使用nope填充 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两行填充掉了 对吧 填充掉了 说明我们什么呢 就已经把这个吹斯密修改了 那么修改了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ese呢 还要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我们前面 PPT里其实也讲过了 怎么保存呢 就首先右键 啊 复制到可真心文件 啊 点所有修改 就是我们修改两行 点复制 点复制会出来这么一个窗口啊 这个文件的一个吹斯密的窗口 这是呢 继续右键 保存文件啊 这样保存文件 保存文件 他会问你存在哪 你这时候你比如说存到吹斯密啊 123啊 点点保存 那么点保存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桌面上会多出来这么一个修改 修改好后的一个这个吹斯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OD啊 关掉了 关掉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修改后的到底行不行啊 那么这时候用户名呢 我们随便填啊 KW12 什么什么啊 序列号123 随便填啊 点这个啊 他说恭喜你成功啊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用户名和序列号这一块的 那个对比 那一行已经被我们修改掉了 所以说不管是你怎么填啊 他都会恭喜你成功啊 如果说你填这个什么呢 如果说你填的是正确的用户名和序列号 他肯定告诉你失败啊 就是反而用户名和序列号 你只要填错了啊 他他就会恭喜你成功啊 那么这是一个吹斯密的一个破解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个吹斯密这个破解事例呢 是已经已经是演示完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事例二啊 我们继续看事例二 那么事例二呢 是破解CrickMe3.1 那么CrickMe这个三呢 还是难度比较稍微这么高一些 他呢是要用查壳工具来查一下成分是否加壳啊 就这个程序本身带了壳 如果没壳的话啊 把它先脱壳 然后进行调试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使用OD也好 ID也好 不管是静态还是动态分析呢 尽量还是把壳脱了 如果这壳非常难脱非常难搞啊 那还是说实在不行就带壳啊 带壳调试啊 带壳调试呢 可能是比较难弄啊 就是说有壳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是用OD这个把它PID啊 或者是其他脱壳工具呢 把它脱了壳再用OD或者是ID进行这个附加 那么CrickMe3.0这个版本呢 其实是这么一个演示程序 它呢有个账号 有个序列号都都填进去 那么这里有个request now啊 现在注册 然后有quert啊 这里呢就是有个退出 那么我们要破解它啊 首先呢是这个呃 我们点了一下这个注册 那么后会弹出来一个报错啊 run啊啊 run这个注册码错误啊 请重视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对话夸 这个报错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个入手啊 就是找这个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这个注册码 或是直接把它给过掉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启动OD 选择文件打开 那么再入这createme3.1he 把它再入进来啊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再入后停到这里 停到这里 停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可以可以继续分析 那么我们可以 在查找啊 我们这个OD啊 有一个查找功能 点右键查找 查找所有参考文本字符串啊 就是ASIC码啊 就是ASIC码 那么ASIC码啊 我们可以查到 查到所有的这个字符串 比如说这个文版字符串 ASIC能看到好几个这个wrong啊 这个trial game啊 就我可以 我也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呢 在这个选中这么一行啊 比如说有两行或一行 咱就可以两个地方都看啊 先看一个再看一个 那么这时候我们点右键 返回边窗口跟随啊 就说我们跟随这个报错啊 是在哪一行 是在哪个虚拟地址处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字符串的这个上面右击 然后呢点击返回中创口关键 我们来到这里啊 来到哪里呢 来来到这里啊 来到这里 就说他这个0044啊 00440F79这一行 是弹出来一个注释啊 有个这个凑码 那么这里呢 还还一个啊 就说00440F93啊 00F93这里有个啊 发现了两个 那么我们可以查找参考立即数 可以查找参考立即数 看他那个这个立即数是什么啊 就是看他的这个注释啊 注释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00440F93这里呢 是有一个报错啊 这这里对应呢 是其他参考 在这在这里双击呢 可以到返回边窗口的对应位置 那么这里呢 是对应的返回边窗口的光标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个参考 所以第一个参考是这儿 初始的CPU选择 第二个呢 是这个报错信息啊 那么我们双击这第二号呢 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位置 那么分别双击两个地址呢 我们会来到两个地址 第一个呢 让让是在这里00440F79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00440F93啊 就是我们刚才都可以看到了 那么我在返回边中再往上滚弄啊 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得往上看 不能说在这个报错以后 我们再去调试 报错以后再调试已经完了 所以说我们要往上滚啊 鼠标要往上滚 然后看上面的代码 上面代码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ASIC啊 注册用户 这里呢 有个靠啊 这里是关键靠啊 因为F7跟进去 跟进去以后呢 这里有个GNZ啊 这里有个对比啊 从这里跳走就完蛋啊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多次调试以后 发现这一行0040F39这一行呢 从这里如果跳走了就完了啊 所以说第二个呢 是这个位置 0040F151 这一块呢 也有F7跟进去 这里也是一个靠 有F7跟进去 这里呢 也有个对比啊 从这里跳走就完了 所以说这个Creditme3啊 通过多次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里有两个关键靠 一个是这个这个靠啊 一个是这个靠 所以说他能控制这个码 正确的地方呢 有两个位置啊 所以说这两个位置呢 我们都要去修改啊 去修改 然后后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成功啊 如果你成功啊 或者是你这个这个有个成功的一个信息啊 就是恭喜你这个破解成功啊 是这么一个这个程序啊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OD加载这个程序以后呢 可以看到上面一些注释啊 我们给你注释来来去找啊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在他上面啊 下个段一行行来调试啊 下个电影一直走走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F7跟进这个靠 跟进这个靠以后看他这个这个对比 是不是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再往下呢 可以看到第二个靠啊 第二个关键靠 第二个关键靠呢 就说第二个关键靠呢 是是说第二次对比能不能成功 那么如果成功以后 这里会弹出来信息啊 一个注册失败或者注册成功啊 这里是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原理啊 这个程序是这么一个原理 就是本身程序就是有两个关键靠啊 就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就是我们在上图中呢 可以在他的在他的上面0040F2C这里呢 按F2键是个断点 然后呢我们F9 F9以后程序呢 就是其实就跑跑起来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随便输入啊 比如说cc debagger 那么编辑框呢 还保留原来的这种754GIF啊 因为这个默认呢 就是什么呢 默认呢 就是这个多了个验证码 所以这时候我们点点这个注册 这时候od跳出来了 跳出来谈到我们店端点里 那么对站这里呢 我们看到啊cc debagger啊 然后呢内存地点呢 就是我们输的这个cc debagger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 就相当于我们下段 是下载他这个注册成功或失败这个弹出之前 啊就是我们这个段啊 是下载他这个呃 比之前啊 是没问题的 那么可以点这个什么呢 数据跟随啊 根据内存中的地址啊 跟随他啊 也可以看到对站中的这个这个数据啊 就是说cc debagger 我已经输进去了 然后走到这个断点这里呢 我们可以跟随这个随机数 然后呢 我们可以F8一步往下走 走到这里一个关键靠呢 这里要F7走进去啊 从这儿跳走了就完了啊 这这一块呢 我们要注意 然后F8走到第一个靠 然后停在这里 然后呢 第二部分呢 是走到第二个靠啊 走到第二个靠 所以说每一行呢 我们都要去慢慢的去看得懂啊 看得懂 它是有有一定的技巧啊 就是看一些主要的跳转啊 这一块呢 我们每一行都进行了分析 比如说用户名的长度啊 啊 这个注册的字符串的长度啊 这个这个注册用户 用户长度相减 注册用户长度大于等于多少啊 把这个减后是怎么样啊 长度值又宜啊 然后上面指令这就是说这个 这一块啊 就是怎么去算 这个注册码啊 写的我们就不用说了啊 这块就比较复杂啊 看到块呢 我们尽量的还是F7跟你去看一看啊 跟你去看一看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断点取消掉了啊 我们分析完了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这个前面断点给取消掉啊 取消掉这个断点以后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啊 可以什么呢 把那个关键靠 把两个关键靠给改了 改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你不管怎么说啊 他就告诉你啊 注册成功啊 这是这是这么一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啊 这个程序啊 有很多种破坏啊 不光是这个寻找的艺术 或者是这个分析 他完整的代码 那么还可以根据这个 阿塞克码呢 进行一个呃 相对于什么呢 经验上 看你经验丰富丰富啊 如果说你经验比较丰富呢 就很轻松的 就能定位到这两个关键靠 因为你只要看他对比的那两 那两行啊 把它改掉就可以啊 好 那么我们实际看一看 这个东西啊 该怎么去做 我们还是开虚击 开虚击 打虚击呢 我们这时候呢 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程序放进来 Codic面3啊 这个东西 我们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呢 我们使用OD 我们使用OD来进行 打开啊 啊 这是打开了 那这样呃 先稍稍等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下 先先不打开啊 先看看这个Codic面3是干嘛的 他呢 打开以后呢 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呢 用户名呢 你可以随便输啊 随便输 然后默认的这个码呢 是他给你填了一个 你点注册 他会告诉你这个注册码失败啊 注册码错误 请充实 这个呢 是退出 啊 所以说我们主要是看哪里呢 看这个什么呢 看这个信息 是报错在哪里 往上找啊 往上找什么 往上找他的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个这个东西带不带壳啊 我们先查一下 我们用这个PID 我们用PID啊 PID没有这里啊 我去拿一个 我们拿这个PID32位的全插件板啊 就是可以脱壳的这种 把它放进来 换来以后我们解压 点了以后呢 我们用PID打开 打开 打开我们看一下 把它CreditMe3拖进来 拖进来以后 我们看到他没有壳啊 他没壳啊 blend 第2次4到5 写的这么一个程序 好 他没壳啊 没壳的话 我们就不用脱壳了啊 不用脱壳了 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od啊 进行这么一个打开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使用这个 od呢 进行这个打开 打开这个CreditMe3 打开以后呢 我们可以查找啊 比如说查找参考 这招啊 经常用啊 大家一定要学会啊 查找 所有的参考 文本字符串啊 也就是ASIC码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很多ASIC码啊 我们可以从上网下看啊 就是专门找那个什么呢 找那个报错啊 run什么玩意儿的啊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找啊 这可能比较费时间 但是这个程序比较小 如果说程序比较大 可以搜索这个ASIC码一个 呃 可以搜索啊 可以查找啊 比如说run啊 WR文基 可以查找 那么这里我们接着往下找 一般来说应该是在最后 因为为什么你是输完用户和密码以后点 他还会报错成功或者失败啊 所以说一般来说啊 应该是在靠下的部分靠后的部分 啊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破解成功啊 注册用户啊 这里呢 有个注册码啊 失败错误 从从事 那这时候我们双击他 双击他以后可以看到定位到这里 定位到这里呢 我们不能等他这个报错以后啊 再去调试这个程序 是吧 我们要改这个程序 这个注册码呢 要破解他 就要走在他这个报错之前 所以说我们这个断点啊 这个FR这个断点一定要下载他前面 下在哪里呢 一般来说下载什么呢 下载这个输完用户和用户码以后 比如说我们下载 下载的位置啊 下载这个 U的前面 下载这个位置 在这位置呢 我们断点F2啊 就是相对于F2 F2完了以后 F9运行 运行以后 这是输账号密码 对吧 我们可以随便输Q2E 然后点 注册 点注册呢 这个程序就突然间卡死了 卡死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断点啊 设置在这儿 就设置在他弹出框之前 所以这个程序就直接卡死在这儿 假死在这里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OD进行动态的调试 这时候呢 我们F2断点取消掉 取消掉取消掉以后呢 我们慢慢的往下跳啊 使用F8 F8 啊 再往下跳 再往下跳 啊 这里呢 有个靠啊 CreatMe CreatMe3 那么这个靠能不能跟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这个注释 首先这里是一个账号输入 对吧 这是一个优点账号 出入 这里是个默认的ASIC码 然后呢 这里呢 是有个对比啊 成功或者失败 啊 成功 失败 关闭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 我们大概就能看出来啊 这是这里 这里有个靠啊 这里靠呢 就是调用 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用户名输入 然后呢 我们F8 看能不能跟进 F8 那么这里呢 有个跳转啊 GNZ Short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什么 这个Core呢 就是说相当于我把我们输入的用户 QWE呢 调用出来了 用这个Core调用出来了 然后GNZ呢 就进行一个对比 就是对比是不是真的 用户啊 就是他有个往下的一个箭头 他会跳到这里 对比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用户的对比 第二个呢 是跳到这里 这里有个Core 这里有个Core呢 是调用这个 我们输入的注册码 注册码输完以后呢 是有个GNZ GNZ呢 就是对比我们输入的注册码 对不对 所以说他有两个关键Core 两个关键Core 后面有两个GNZ啊 这是我们通过多次分析的 那么接着我们往下跳 可不可以啊 F8 去往下跳 让他对比 行不行 F8 好 跳到下面来了 跳到下面来以后呢 我们再往下跳 还行不行 再往下跳 这时候呢 跳到这一行啊 这里是报错的 这里是报错的 那么接着往下跳啊 程序还在假死 这时候跳不动了 这是跳不动了 F8跳不动了 我们看一下程序啊 程序这里已经报错了 说明什么呢 我们F8已经过了 就是F8已经过了 说明什么呢 就是相对于我们在哪个位置啊 在这个奎阵面我们重新打开 重新附加啊 重新附加 然后继续 查看 啊不是 那个 查找啊 查找啊 查找我们从下网上找啊 从下网上找 这里是成功 这里是注册用户 其实我们下段是下在哪里啊 下在这个注册用户前面啊 下在这这这这一段 下在这一段 这个段点啊 我们下在注册用户啊 下在注册用户这里吧 下在这里 F2下断 下断以后运行 运行这时候我们继续出啊 ASD点注册啊 他又卡死了 对吧 卡死以后我们F2把断点取消掉 或者是右键使用断点啊 其实一个意思啊 F2取消掉F8 往下跳 单步 再跳 这里有个靠 对吧 再跳 啊 那么这里还能不能跳呢 在刚才我们经验说啊 这里不能跳了 这里不能跳了啊 所以这里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 知道这里有个注释 可以怎么写啊 这是用户名的关键靠 对吧 这个徐基里 这个输入法不太好啊 用户 名的 关键 关键靠 这是用户名的关键靠 那么这里呢 用户名 用户名 的 对比 是吧 关键 对比 是吧 需要 破解 啊 就说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是要破解这里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呢 我不管它 我们到这 如果说这里F4 从这开始运行 这个对比 我们在在这F4啊 大家记住啊 我刚才在这F4了 你们看不到我操作 那么这是我们接着F8 往下走 啊 重新死掉了啊 重新死掉了 也死掉了 应该是弹出来了啊 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以后 我们重新再调试啊 再调试 第一个关键靠 我们就找到了 回的命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 查找 这种事 我们从下往上找啊 这里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注释 对吧 那么这个 第二个注释呢 是这个靠 这个靠是什么呢 这个靠就是 你这里是吧 靠完用户名的关键靠了 然后这也是注册码的 注册码 注册码的关键 是吧 这里就是注册码关键 因为你对比用户名以后 肯定还要对比注册码 这里呢 就是什么呢 增加个注释 这里呢 就是什么呢 输入法不太好啊 注册码 对比 是吧 或者计算啊 关键对比 需要破解 其实这里的破解 就是把它挥边代码给改了啊 所以说这时候啊 这两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 是吧 通过多次分析 多次这种各种崩溃 爆错 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地方要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NZ 我们双击它 双击它以后 我这个GNZ呢 是对比 对吧 它有个相对的函数叫GE 我们把它改成GE GE呢 就是 不对比 直接跳 点汇变 这里 这一行就不用管了 就就把这一行改了 GE 那么这一行呢 我们双击它也把它改成GE 回变 好 我可以点取消 那么只是把这两行改了 对吧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保存了 复制到可执行文件所有修改 点全部复制 然后跳到这个Creditme3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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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 文件窗口 然后点保存文件 这时候呢 我们后面改成Credit3 后面加几个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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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都行 点保存 点保存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桌面多了来这么一个文件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把 OD关掉 关掉以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这个Creditme 这时候我们随便输入这个永统名 这个注册号我们不用管它 他说啊 恭喜你破解成功 就是说明这已经破解成功了 好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Creditme333的这么一个破解的一个过程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演示这个OD啊 那么OD的基本使用 我们前面两个示例呢 第一个是使用这个什么呢 查找查找一些这个 这个关键的一个注册码的一个 领这个函数啊 根据一个函数破解这个traceme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们用这个字符串 阿塞卡码呢 破解这Creditme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复杂的工程呢 呃 是作用在这个脱壳的这一部分啊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个OliDebug OD的一个使用教程 那么第四节也就是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啊 第三章调试器和反汇编器的一些介绍的最后一节呢 是讲一些其他的反汇编工具 也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就是其他的工具 那么主要的调试工具和反汇编器呢 我们主要一个是呃 pn 有点试工具 也有什么试工具 没提到 这一条更加满赛的声音